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秘书 上厕所也要跟着吗 我这不是怕您忘带池吗 怕你又去坐电梯 你先回办公室等着 有什么事我再随时叫你 秘书就应该随时守候 不是 你在这儿我怎么能够轻松地 轻松地 好 那我回办公室等你 白秘书这么依赖我 真是让人苦恼 原来她也会害羞啊 怎么还有点可爱 老天爷 你到底什么意思呢 此不此之不重要了 拜托解除循环吧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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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白秘书了吗 看见了 她是不是最近被金总搞得压力有点大了 脑子坏了 有可能 金总天天那么压榨她 我听说前段时间 她被她前男友甩子 估计是受了点什么刺激 还有这事 对啊 允许我辞职 就这么难吗 白秘书要辞职 不可能 有我这么好的老板 她怎么可能想辞职 都二十分钟了 怎么还没出来 这次不会掉马桶里了吧 好 来 秘书 你是不是有话对我说 没有啊 最好是没有 把明天竞标会的资料读引几份 我们对一下 好的 阿哲 怎么了 好 纸好像卡住了 我来看看 好 我想辞职都想疯了 白秘书为什么要辞职 怎么还没回来 人呢 人呢 她们真是越长越好看 这是什么 好了 谢谢你白秘书 机器有点老化了 你可以去后勤部呢 申请换个新的 白秘书 你今晚有空吗 我吃过一家 叫法兰西的餐厅还不错 我们可以一起去吃 来 她果然要辞职 不了 还是下次吧 白秘书 打印个文件需要这么久吗 马上 我先过去了 老板 刚刚修了打印机 所以来晚了 对不起啊 你对不起我的只有这个 白秘书 从来只有我拒绝别人 没有人能够拒绝你 白秘书 你很有勇气 这是什么 财务科小刘的辞职线 他说 他家里孩子大了 他会老家的孩子了 你这 刘霞 别人 刘霞 師姐 他 niet 他说 你想怎么 jeunes 怎么走 自己ili 工作没做 可以去你家继续工作 万一你又跑去坐电梯 现在是下班点 工作和生活要分开 没关系的 秘书就应该二十四小时待命 也能跟着老板您多学习学习 白秘书 加班就是加班 你是来我司上班的 不是来上学的 请你分清场合 怎么突然有这么高的觉悟啊 更何况我今天家里有人 不是很方便 没什么不方便的 我正准备出门呢 白秘书是吧 跟诗安说的一样啊 又漂亮又能干 对了 诗安 今天你让我买的东西啊 应该放在这儿吧 我走了 你们今晚想加班到多晚 就加班到多晚 年轻人嘛 通宵也行啊 老板 这个是 是 本想竞标会结束后给你的加班奖励 还挺大方 那多谢老板 我现在就进去换上 还是要得进去了 老板 竞标会的资料已经和 对不起 老板 好 没事 难道是白秘书没忍住对我做了什么 才有研究辞职 老板 我找到了曲字笔 这个呢特别好 擦一下就 我自己来 没关系的 我帮你擦一下 我 我说了不用 我你 Он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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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秘书这么讨厌我 白秘书 我干嘛要闭眼啊 你和我想象的真的不一样 我 是五月二十 这不是预知 是玄幻 我果然是要拯救世界的 白秘书 你和我想象的真的不一样 我 完了完了 金山肯定在嘲笑我自作多情吧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闭眼啊 丢死人了 怎么没电了 十点半了 老板 你怎么来了 白秘书 学与矿工了 电话不接早会也不参加了 你怎么会参加了 淡定 反正他也不记得 淡定 对不起老板 我睡过头了 睡过头了刚好 刚好吃午饭 我给你买了五个煎饼 又开始给我买午餐了 好 难道他真的对我 谢谢老板 这个点在我翻一起 多吃点 不喜欢吃 我骗你吃 今天的煎饼怎么这么甜 怎么感觉吃得还挺开心 挺厉害的嘛 还会拳击 挺厉害的嘛 还会拳击 还会拳击 还有金腰带呢 白婧 你居然这么讨厌我 老板 你听我解释 我 皱巴巴的 一看就被打过很多次 好心没好报 吃什么吃 换完一份去公司 吃什么吃 开镜啊 你太胖了 走楼梯锻炼吧 我真的很胖 明明闹着辞职要去腾飞 却爱这么认识工作 你看一下 这个记得我们的收复 还有那个 白蜜双 你到底在想什么嘛 难道 白蜜双啊 白蜜双是腾飞派来的商业间谍 果然被我抓到了 白蜜双 白蜜双 怎么又拉我手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需要拿的是什么 我 李总监的工资结算 辛苦了 是 他这是怎么了 我又是怎么啦 白蜜双也不像背信其义的人 难道是急用钱才被腾飞收买了 已经盯了我十分钟了 他到底想干嘛 老板 这是我的被子 我渴了不行吗 你 白晶 你凭什么让人事开除我 是吗 金总 你一定得替我做主啊 白明叔是 我要开除你 出去 他今天真的很奇怪 上班时间 白明叔要去哪儿 难道是去和当围街头 又跟着我干吗 不会真的对我有意思吧 老板 有事吗 白明叔 家里村出什么事了吗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天啊 都开始关心我家里了 一切都好啦 现在很多人喜欢花明天的钱 又没有能力还 你用过网贷吗 网贷 老板你要借网贷啊 是公司的资金利息 我是问你有没有借过网贷 喂 但是你需要的话 我可以去了解一下 不用了 那个 你这是去哪儿 上厕所 你呢 我 我也是 好巧 那一起啊 有了 怎么了 上车 这么好心要送我回家 是吧 轩花还能改变性格 还是她真的对我 果然又开车了 好 白明叔 嗯 你觉得腾飞如何 腾飞 腾飞挺好的 和我司相比呢 腾飞是一家有经验的大公司 相比之下 肯定比我司的根基更为扎实 白明叔果然有耳心 别过来了 白警 你要忍住 下车 好 果然像着腾飞 白明叔真虚伪啊 白警 老板 不好 金山这个神经病 莫名其妙生什么钱 一会儿说宋莫归去 一会儿又让人下车 差点出大支 糟了 金山不会又去坐电梯了吧 白明叔 不能坐电梯 不能坐电梯 停等了吧 原来是你先开始来循环 对 我一开始以为 只要辞职成功 就会结束循环 但是你上次 帮我上传的离职证明之后 还是循环吗 果然不是因为讨厌我才辞职呢 所以你是想解除循环才辞职 也不见识 所以那天晚上你喝醉了酒 吐槽我自私变态万恶资本家 还把早就准备好的离职证明 拍我脸上是你的心里花 真的吗 真的吗 还有这种似的 我怎么不记得了 你当然不会记得 更不会明白 我做的那些事是为了 出名的出名的出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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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老板 你刚想说什么来着 算了 借着说循环吧 老板你那边信号又不好了 好了吗 老板 我想起来了 之前每次循环 都是因为你给我打了电话 是电话让我们陷入循环的 我 我怎么会半夜给你打电话 再说 刚才那次循环 我没给你打电话 对啊 那到底是为什么 我怎么知道 我饿了 开门 嗯 我在你家门口了 哦 马上 来秘书 找备修部需要电梯 我不想再爬楼了 哦 好 哦 那公司的电梯 要不要一夜检修一下 怎么 之前公司的电梯也出现了问题 在第二次循环的时候 打电话给别修部吧 我饿了 准备早饭 要不你愣一啥 我 嗯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之前循环的时候 你给我做过海鲜蒸 第六次循环的时候 还问我家里有没有什么 我没有的夏威夷海盐 你还知道些什么 我还知道 你根本没有夫妻 白秘书 你到底对我做什么 嗯 你前几次吃的煎饼 其实都是我做的 还有你不是让我游泳吗 做循环以后就没有去了 怪不得我觉得你长胖 循环里怎么可能长胖 我还知道一件事情 冯绿喜欢你 我又不喜欢他 再说喜欢我的人多了去了 不差他一个 对对对对 我们还是聊聊 怎么解除循环吧 嗯 你说的可当真 接吻能交换灵魂 能不能解除循环呢 白秘书 我找到了一个解除循环的方法 要试试吗 嗯 好 这就是你说的方法 好像不太行 哦 哦 可能十二点进才有用吧 晚上再试试 嗯 有没有觉得好像有点闷啊 哦是有一点啊 要不出去吃饭 哦好 哦 我听说这家肯定要不错啊 对 你看看这个 这个招牌在 先看吧 静静你别误会 就是小枫她心情不好 我陪她散散心 嗯 接着编 白晶 我就是跟楚楚在一起了 怎么了 这就是你那老板吧 天天陪 终于陪到床上去了 为了钱你够拼的呀 白晶 真脏 你 不是她脏是你心脏 白秘书 你就是因为这个男人拒绝了我 我 数目寸光 一个女人为了自己的事业拼搏没有错 你根本配不上她 不过 还是感谢你离开了静静 这才让我有机会追求她 金总 贵宾包间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我突然没胃口了 为了表示感谢 让给见二位吧 二位不用排队了 二位请进 贵宾包间的最低消费五千 多少 今天谢谢你啊 知道谢谢就好 你不是说我自私变态 没人性吗 没有的事 怎么了 在我们老家 是不能踩紧盖的 踩紧盖会倒霉的 而且就在我第二次循环的时候 就是因为踩了紧盖 才骨折的 紧盖呢 应该跨过去 看我拿 怎么不踩也倒霉啊 别动 阮祖是受伤了 没事儿 痛不痛 不痛 对面有家药店 白米霜 对面有家药店 我去买药 白静 你最近怎么回事儿啊 喂 喂 我修沃尔 电梯修好了吗 什么 电梯被人挡我手脚了 骑尸